大家好,今天继续为大家解读风神演义 风神演义故事主体背景是周世伐咒,同时一场席卷天下的风神大战就此展开 天下兮兮,皆为力来 天下嚷嚷,皆为力往 那么究竟是谁推动了这场浩大的风神大战,又有那些人是这场大战中的获利方 说到这里,就要提下浩天大地领导的天庭 当时天庭的规模还远没有后期那么兴盛 当时天庭这下的管理模式,是分封建国模式 简单说来,就是各教资质 天庭作为一个象征,各教尊天庭为公主,然各教势力庞大 风国强而中央弱 就造成了浩天大地属于一个手下无兵的尴尬境地 于是降下法指,命产教十二金仙入职天庭 产教掌教原始天尊自然是不愿意的 凭什么我辛辛苦苦培养的徒弟给你去当差 恰逢这个时候,十二金仙杀戒凌生 怎么理解杀戒凌生 先人夺天地造化修炼,加强自身 然而世间天地造化是有限的 一旦失衡,天地秩序就会混乱,从而出现杀戒 杀戒凄出,就必须有阴杰之人归还天地造化 可以自己身骄暴雨,也可以杀死别人 用别人的造化填窟窿 明白人当然选择后者 劫教就成了后者 况且劫教门人多在商朝为官 在人间的香火更甚 借此也可以建立,更符合产教利益的周王朝 于是一场以耗天上帝命先手十二称臣为由 借周是伐着危机的风神计划就推动起来了 禅教掌教原始天尊联络了 和自己关系不错的大师兄道德先尊 一起找到了小师弟结教掌教通天教主 说,师弟啊,师父欲行风神之事 也好释放些造化与天地 通天教主一想就明白了中间的门道 但想到自己门人众多 胜败也未可知 也就同意了 于是风神演义就此展开 这期讲到这里就结束了 风神演义还有很多值得推敲的疑问 比如江子雅领了师命下去 怎么跑去商朝当官了 欢迎大家留言评论 大家下期见